好 大家好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就是 这个网络这一块来讲解 上回说到就是我们通过pustle 可以就是并行去开发 当然这个大家不要就是 每一个都用这个pustle修饰 这也不好的 就是对于协力实在太大了 我们可以通过它拆分出来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非常关键的一个函数 就是headle net message 就处理通过资讯的意识 到处理网络消息 那它有个流 就是因为我们有 就是以流的形式过来的 还有这个协议ID 那这个它里面就是 我们所有的 接收的网络消息 都是这里面处理的 包括我们说的 这个消息ID 在盯着一些 每一句 比如开始开始游戏 又取这个用户的一些 一本信息 系统的一些信息 网络的信息 这些队列这里面 就通过它这个每一句 我们去处理 不同的消息 你看这里面 非常的多 就是我们所有的 消息队列里面 一次性进行处理了 通过keys这个语句 所有你看这么多 就是我们所有的消息 在这里面 就是你以后 你有贴押消息 你这里面贴押就行了 从keys 按照这个 这个活动画表就可以了 所有的 这是这是从 处理这个 服务器过来的 它这个 肯定是在update里面 去调用的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每一个消息 我们会得 写逻辑里面 给大家写 这个 这是一些底层的东西 给大家讲解一下 你看这Network里面 这个 处理消息 处理消息的一个 肯定是update里面 通过这一个 这个是在update里面 就用的应该 update 就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 这个消息的接听 它又放到哪个位置 因为我们每一阵 都要去接听 所以说 又放到这个 update里面去处理 那这就是我们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函数 就通过它 当然这个就是 封装好了 写好了以后 我们不需要关心了 就是你顶多就是 我这需要用的添加 我给你这个ID 去加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所有的 服务器过来的 不换一概 技能 技能的升级 这一个 我们也是 也是要就是 通过它里面去处理 技能的升级这一个 它就是处理具体的 比如我这周的消息 这个流人拿过来以后 我就把它转化成 比如这个转化成 解析这个 POTO 因为它是一流的形式过来的 那过来以后 我就用反数据化 就是我们说的 Pred Buffer 通常讲的就是一个 数据化和反数据化的 一个讲解 就是 反数据化 出来 把消息拿到 这个就解释是否成功 好 我们反回去 如果不成功 反过有错误 有这个消息是有问题的 否则的话 就下一步就一步一步就处理 得到 通过得到这个值 设置它的信息 因为我是输出了这个 平Message 所以说这里面就会 它的技能的位置 AD 对到这里面去设置 因为拿到了以后 那设置完以后 我会通过 我的Broadcast 你看这个 视线接听 就是我们上一节课 封装的 通过它去 发送出去 发送给用户 发送给其他用户 这个这个实体 这个我后面给大家讲解 就是我们所有用到的 与这个觉知有关的 比如它血条啊 血量 营业值 这些 就所有的一些信息 我们都会封装到 这个entity里面 就这个里面 那这个就是 我接触到信息以后 我可以去广播 好 我技能改变了 比如我现在是一级 我就告诉扣端 我就升到二级了 因为肯定 我在一个等级 等级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监听 说一下一广播 就行了 你看这就是 我们说 我这里给大家 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我等级 改变的话 我怎么去处理 通过这个unit 64 guide 得到这个值 然后设置它的技能值 这个后面会给大家 就是把这个玩家 一些技能的信息 数据 给大家就是补充上 我这个先把这个思路 给大家又知道 就是 我拿到值以后 我怎么去处理 我怎么去监听 这个是主要扬解的 那它所有的里面 一些 还说 记得这里面 所有的 它都是 对我们这个 接触的信息 进行一个处理 都是这个信息处理 那这个里面 它就是把这些函数 实现了一遍 就是我这些函数 我主要做哪些事情 然后我在后面 去实现一下 把这个 就是对号入住 比如通知服务器的地址 然后拿到 就看我们control这个信息 我们control 什么 MVC C 就是数据的控制 这个大家就是 写了解一下思路 具体的东西 具体的 写不用去深究 我后面会给大家 就是 具体的 具体事情 具体讲解 这个是反序列化 把这个数据拿出来 就是反序列化出去 这个是设置 设置这个奖励 这是我 就是我们这个 整个一个 就是接听一个消息 就通过定用 这个headle net message 去处理的 你这个电话 就不给大家写了 大家就是要知道 知道就行了 然后后面我们会具体调用 后面具体的问题 具体讲解 这个这是一些底层的东西 思路方面大家就 其实我给大家讲解的时候 我还是主动一个思路的讲解 并不是说大家把代码 就是整一遍 抄一遍 完事了 不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要针对 因为你思路有了以后 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改 或者你自己的东西再去做 否则的话 你思路 你做东西 思路没有的话 你怎么去做 你通常的一个经验 逻辑思维 你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因为我们做东西 就是朝着产品的角度去出发 那产品就是产品 一个设计思路 比如我们做一个纸盒的 我们可能自己做 就是把它 解下来 活起来 而如果厂家的话 他会根据一定的流程去做 那我们当时可能 这个不可思议 人家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通过产品业证 我们做这个游戏 开发游戏 也是一样的 也用于这个 设计思想去做 大家可能刚开始听了 就是运离物理 这个就没有关系的 主要是大家要知道 我们这个 遇到这个问题 怎么去解决 这是主要的 而不是说 拿过来 好 我做了 做一遍 就完事了 不是这样的 包括你看通知技能 这个NPC 他都是 把这个通过这个 这个函数 把这个信息输出出来 然后就可以使用 那这个输出值 那我们可以开的描述 解析嘛 解析就是把这个PC 解析出来 就是把整个这个流 质解析流 buffer 数据 解析出来 就给它了 然后同它一个调用 它就是我们 使用到的数值 就一个结构体 因为它一流的形式 我们是二进制的 解析出来以后 就是结构体了 然后我们用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输出这个值 output 就是你 你比如 你得想要个函数里面 把某一个值 输出出来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 写一个 而我们这个 使用的是模板 它对应的 你看具体的 就是message 把消息拿出来 拿出来 我可以使用 使用以后 我就可以把这个信息 fugit 然后在UI上 或者在这个3D场景里面 把它显示出来 这是我们 最终需要的 大家就是 我这一个 首先就是服务器 发动消息 发动扣单 扣单我怎么处理 我就去接听 那这个接听函数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Head NetMessage 这个就是 这update里面 每时每刻去运行 那拿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就要去处理 处理是UI的 我就给UI去写 是场景的 UI的 就在UI里面写 但是在场景里面 就在这个场景里面 写 就这么一个流程 就是服务器 就是接收消息 那发动消息 给大家说了 就是通过Network Manager 是处理的 就是我们做一个东西 特别对于网络这一块 我们要知道 哪一块是出于干啥事情的 这个是处理 扣单 发动服务器 发给扣单的 好 还有扣单 发给服务器的 也服务器的 我们都要搞清楚 这样的话 就是 首先 人家给你一个模块 给你一个架构 你要知道 怎么去分析 或者是我自己的话 我怎么去设计 这个就是 非常的好 其他东西 我给你们 我不需要去关心了 我这里面只需要 不大家设计计计 可能加一个什么 消息 在这里面 加一个孩子树就可以了 方便他们去调用 那这个就是 发给服务器的 只是我客户单 抽出了以后 我告诉服务器 那这个就是 处理服务器的消息 服务器发给客户单的 其他上是一样的 就在 这个 这一个孩子树 这一个类 它做两部分事情 一个是 接收 一个是发送 就是客户单 发送给服务器 服务器发送客户单 就在通过的一个孩子 这一个例 全部给你处理了 这就他一个思想 好 这节课给大家讲到这里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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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